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超级版 我在这里想问各位朋友一个问题 您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是哪天举行的吗 可能人你会不加思索就说 谁不知道1949年的10月1号 那我要问你 开国大典是10月1号的什么时间举行的呢 哎 别想啊 你看 有的朋友可能含糊了 应该是上午9点10点吧 一般圣大典礼都上午举行 我告诉你错了 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号的下午3点举行 你可能会略有些奇怪 为什么这样的开国大典会放在下午3点举行呢 那是由于当时啊 国民党要蓄意破坏我们的开国大典 那么国民党呢 想派出飞机啊 对开国大典现场进行轰炸 他们使用的是B24轰炸机 这种轰炸机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夜间的飞行能力非常差 就当太阳出现的时候 他们可能很容易找准方向 但是天黑以后 经常飞的晕头转向都飞不回去 那么如果你开国大典呢 比方说在上午举行的话 那么他的飞机呢 早晨从舟山群岛出发 说为什么舟山群岛 因为当时49年10月1号的时候 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控制着 从这里飞呢 飞到北京三个小时 那么在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呢 转身飞回来呢 是当地时间的下午 就是说不存在找不准航线的问题 所以为了干扰国民党反动派这个计划呢 决定把开国大典呢 放在10月1号的下午3点进行 这样他的轰炸机来了 再想飞回去就难了 因为再回去天已经黑了 所以这也是当时呢 安保测师在各个方面 经过综合考虑做出的决定 那么也就是说 1949年10月1号的开国大典 不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是无惊无险的度过的 那么过了一年之后 到了1950年 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那么10月1号这天呢 照例要举行庆典 可是这一次 依然面临着非常险峻的局势 因为反动派把目标对准了天安门 那么我们的公安干警 是如何化解这次惊心动魄的袭击呢 老连故事会超级版 将会给您带来全本的这个故事 好 欢迎您关注音频节目 老连故事会超级版